女明星在娱乐圈打拼是非常不容易的 她们遭受的精神压力又要远大于男明星 而且还会因为年龄、身材、恋情等问题限制自己的发展 今天便来聊一聊赖慧如的故事 2011年年仍仅14岁的赖慧如因出演富余子在娱乐圈出道 此后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星》成为歌手 热门综艺上也总有她的身影 各方面都相当的努力 她结婚结得很早 在拍摄电视剧《我的老师叫小贺》时认识了导演高宗凯 16岁的年龄差也没挡住爱情的来临 剧还没有拍完她就已经怀孕 杀青宴上两人正式官宣结婚 20岁就代求与36岁的导演结婚 她当时的举动被嘲讽是为了资源 暗示潜规则 不过看到两人经常秀恩爱的日常 粉丝们也渐渐的接受了这段感情 并为之送上的祝福 为了安心待产 夫妻俩直到2018年才补办婚礼 正常去了很多亲朋好友 十分的隆重热闹 两人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高嘉恩 刚结婚时她们很喜欢赛娃 一家三口温馨幸福 让人羡慕不已 高宗凯作为电视剧导演 作品包括《人不彪悍》 《网少年》 《生探》等电视剧 口碑都很好 因此她的工作很多 长期在外拍戏不回家 赖慧如自己也忙着演戏 夫妻俩最少离多 女儿都是送到奶奶家照顾 于是外界开始传出两人已经面临离婚的传言 2020年的8月 赖慧如过24岁的生日时 当场落泪 引起众人猜测 很快便有媒体报道称她已死婚变 不仅与老公经常吵架 还从家中搬了出来 自己独自居住 令人担心她的婚姻状况 对于这种种的传言 记者直接向赖慧如本人求证 她承认自己和老公前阵子吵得很凶 因为她刚接八点党新剧很忙 两人聊天次数变少 她还不能及时的回复消息 因此经常吵架 矛盾日积月累 影响了夫妻感情 年初时 他们更是吵到了差点要离婚 但她又表示 两人都没有离婚的想法 冷静下来后又好好的讨论 毕竟他们有一个小孩 不能冲动 现在也逐渐的适应 有了一定的默契 过得还不错 还强调彼此都很深爱着对方 只是分开时间久了 产生了不安 等老公回家后 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频繁的离开了 关于搬家 她坦言却有歧视 不过理由并非外界所传那样 而是因为她拍戏经常要早出晚归 害怕吵到同住的公公和小姑 于是和老公商量后 决定搬出去自己住 还有生日会落泪 更是个大乌龙 自己是被老公感动的 因为丈夫在外拍戏回不来 当天打了几万块钱给她 祝她生日快乐 还承诺回去弥补她 她一时间就忍不住哭了 但时间还没过去一年 她就在社交账号上发出了一段文字 感慨不用勉强与不合适的人在一起 就在众人猜测她的婚姻状况时 公司直接出面回应 称她以协议离婚 仅仅四年 两个的婚姻就到了无法挽留的地步 当初有多甜蜜 现在就有多令人唏嘘 这一次官宣离婚后 许多的细节终于曝光 原来在2020年的9月 高宗凯已经特意飞回台湾签字离婚 双方父母都不知情 他们对外也不敢承认 为了女儿两人决定和平相处 在网上还有过互动 后来赖慧如在为新系黄金岁月宣传时 丑度松口吐露离婚后的心情 承认远距离是离婚的主因 双方考虑 讨论许久达到共识之后 才会签字离婚 提到和前夫的关系 她表示现在就是家人 朋友关系 估计女儿还小不会让女儿知道两人的事 所以每天还是会跟前夫联系 聊小孩及彼此的境况 当时阿嬷重新闻得知后 主生在电话上哭不停 心疼她独自承受 什么事都一个人扛 但也支持以小孩为重 让孩子在快乐的环境下成长 赖慧如是从小阿嬷带大的 耳如木然养成了女人靠自己的观念 之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在台北买了一间预售房 原本希望将阿嬷 女儿接到台北一起住 但阿嬷不习惯台北的生活 加上老街坊邻居的好感情 最后还是留在了台中 如今她是辣妈一枚 不过前段时间 她突然在世界上号上 晒出了一张妊娠照片 透露自己在怀孕的过程中胖太多 加上遗传 肚子的妊娠纹非常的严重 让她一直没有自信 严重到一度产后抑郁 让粉丝看了都心疼不已 如今她已通过手术 恢复了自信 还晒出了过去的 妊娠纹的肚皮 和现在的肚皮照片做对比 网友们看到后 纷纷留言 伟大的妈妈加油 这是伟大的印记 妊娠纹是天下伟大妈妈的印记 其实赖慧如这些年 经常在综艺上露面 但人气一直不闻不火 直到出演《多情城市》里的坏女人 才知名度大增 之后她在八点档电视剧打下基础 火索参与黄金岁月的拍摄 并在剧中饰演秀场年代的动感女歌手安霄 不过她也坦言 每一次的登台都让她相当的苦恼 因为她希望每一次登台演出 都能够让观众惊艳 当时穿的那一套豹纹的舞衣 是她为戏准备的第二十二套秀服 是国亚堂积给她的 让她相当的感动 目前她也和粉丝分享蜡照 照片中的她穿的一身火红 看起来相当的火辣 还配文称 为了每一次出场都能有不一样的亮点 真的相当的苦恼 好在圈内的友人也会提供漂亮的秀服 以及舞衣 让她有多种选择 阿娇真的是靠许多人撑起来的 会继续在戏剧上努力 为了展现阿娇的火辣魅力 剧情还安排了胡鸿达饰演的迈克 对她动手动脚 以及潘西伯的痴迷 对此她笑说 迈克在戏里就是最小想阿娇的 因为她老是吃不到 只能吃吃豆腐 还搭转胡鸿达演得很好 自己在拍的时候真的感到很不舒服 甚至想揍她两拳 但其实两人在拍摄前就会讲好摸哪里 拍完后对方也会礼貌质疑 直呼不好意思 如今黄金岁月的剧情正如火如荼的展开 其中有一出是苗真饰演的佳佳 发现丈夫俊生和闺蜜雪情外遇 并想和丈夫到山区度假村旅行 求补夫妻之间的关系 而心想破坏两人感情的雪情 也偷偷跟去度假村 没想到佳佳遇险竟衰落山谷 而剧中饰演赖慧无丈夫的江俊翰 因为担心其子的闺蜜之旅有变化 就偷偷的跟着上山 结果直接佳佳摔落山坡区要去抢救对方 事后她透露 这一场戏大家才在泥林的山坡上拍摄 为了不同的角度来回拍了好几次 有一次她没招稳树干不小心滑落 好在现场由于整排的工作人员拿海绵垫防护才有惊无险 拍摄前两天 江俊翰和赖慧如都有预约一秒 拍摄过程还要随时注意身体的变化 没想到等于一机器时 赖慧如突然晕倒 吓坏了所有工作人员 好在大家紧急应变 一些人拿保暖衣物 另一些人则拿塑料袋让她可以顺利换起 赖慧如表示她有气喘 拍摄那天忘带出门了 加上有居高症 可能一时下到 才会气喘发作 好在剧主第一时间应变让她恢复 也证明了这场重头戏 真的是剧主每个人呕心沥血的作品 其实在离婚后 赖慧如也传出过一段绯闻 被卷入了小三的丑闻之中 去年10月 有媒体拍到她开着德国名牌的经典款豪车出行 一段时间后 她将车停在了路边 等待一位黑衣男子 两人一起前往某温泉旅馆约会 而这位黑衣男子便是赖慧如的国标舞老师刘嘉明 他下车时走个右盼的检查了一番 似乎很怕被人认出来 与离了婚的赖慧如不同 刘嘉明并非单身认识 她与老婆林嘉丽是国标舞界的模范夫妻 两人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其实林嘉丽也很建议老公和徒弟关系太过亲密 还曾要求两人断绝来往 不过她与刘嘉明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也曾多次在社交平台秀恩爱 赖慧如挺好吃后 仔细查看了一下周边的环境 两人选择的地点似乎在深山之中 周围人烟稀少 景色依人 很适合情侣或者好友一起聚会 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 当天他们穿着同色系的牛仔外套 还戴着黑色口罩 看起来很像是情侣装 两人并肩前行时 刘嘉明突然用手搂着赖慧如的后背 似乎想要把女方揽入怀中 如此轻易的姿势 不像是普通好友之间会做的举动 两个多小时后 他们刻意拉开一段距离 前后脚离开 不过还是上了同一辆车 也许是因为已有家事 刘嘉明在市区里更加的小心谨慎 这连过马路时都提前挥手让赖慧如先走 自己则在女方身后低头看手机 假装只是陌路人 我只是普通朋友 两人大大方方的一起泡温泉 吃饭散步也没什么 但他们执执言扬的行为 不免让人怀疑关系不一般 于是很多网友纷纷质疑 赖慧如是不是擦足了别人的婚姻 谴责她是小三 对于此事 赖慧如事后也澄清 同行中还有两名友人 只是难得和朋友吃饭泡汤而已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其他回应 两人在户外假装形同陌路的行为 确实让人无法理解 但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或许只有他们心里最清楚 不管怎样 还是希望赖慧如能够好好选择未来的老公 收获一份幸福的爱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见 拜拜